拿出手机输入郑文灿 结果显示找不到符合的资料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透露 昔日过年过节都会发送祝福的郑文灿 却低调不见了 6月9号凌晨12点22分 通讯软体聊天室显示郑文灿离开聊天 也引发议员好奇 第一时间的都没有这么想 但是现在想想你把整个 如果说真的是把整个手机的 它也全部都删掉的话 那这个里面或许就不单纯了 可能搞不好不是只有这个案件 因为这是媒体流出来的资料 这个真假我都没有办法确认 而且现在正在侦查中 所以我们都不宜对外发出任何评论 郑文灿12号裁定抗告驳回 确定积压两个月 退出群组也让外界做出联想 现任桃园市长张善正认为 积压确定是有充分证据 区检署他们有一些科技侦查的方式 能够把证据收集清楚完整 这个是很重要的步骤 所以我想地前署能做这些 积压的动作应该是有成功的证据 郑文灿遭到积压第二天 碰上假日 家属律师无法会客 副典院长表示在里头一视同仁 这一般中人 决责上只要没有益状 我们都不会特别去注意 都是这样的 郑文灿被积压境界 关键的通讯软体 一举一动也被放大关注 三连新闻张约解释 明启林七日台 在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mpathy